欢迎回到游走英国的YouTube频道 最近只顧看球,搞到这么久才出片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 家里还用一些四五六年前买 又在香港带过来的电视 像我这部一样,已经有4K 用来打机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它也有内置APP可以看到YouTube 但因为是这么多年前的产品 所以开了一个YouTube都要等很久 开了一个APP用了25秒 好像这个MV由按键到它出画面等了11秒 而且它看不到4K的影片 它会自动downgrade到1080p 有时还会折折一下 Netflix更坏 因为这个APP太旧 它不支援英国最便宜有讲过那个plan 还有因为是香港版的电视 没得download看英国电视台的APP 亦都不可以用天线接收英国电视节目 买完客厅部新电视之后 旧电视就放在一边 扔了它又浪费 但放在睡房又没什么可以看到 为了令它重生 我就决定在Amazon买了这只Fire TV手指 究竟它值不值得买呢 你继续看下去我和你试用一下 首先和大家开箱这只Fire TV Stick 4K 首先和大家开箱这只Fire TV Stick 4K 包装很简单细细盒 里面大部分都是纸 方便回收 这里就是所有的配件 用法很简单 把USB线由火牛插去手指 然后把手指直接插去电视机后面其中一个HDMI插了 因为它只是插去HDMI 所以除了电视之外 你都可以插去电脑屏幕 甚至带来去旅行 插到酒店的电视机 那就不怕去旅行时 电视机没什么好看 上Amazon就会找到这一只他们出的Fire TV Stick 它有很多款不同的价钱 如果你那部电视机支援4K的话 我觉得买这一款已经足够 贵一点的这只4K Max 的分别只是支持到WiFi 6E 体验上应该不会有太大分别 如果你只是有高清电视 或者只是用在普通的高清电脑屏幕的话 买这款Lite就已经足够 这只Fire TV Stick是公价货 你在Argos,John Lewis,Curries都会找到 而且价钱也会一样 作为一个精明消费者 当然是选一家最多cashback的店铺 买 这个就是Fire TV的画面 简单易用 试试用YouTube 开App两三秒就可以 开影片也是一两秒 我部电视机有4K 这个MV也可以选到2160p 即是4K画质 用Remote控制画面基本上都很快 没有什么Delay或者迟的情况出现 而且用最便宜的广告Plan看Netflix也没有问题 在英国开Netflix也有韩剧、日剧选 字幕都可以选中文繁体字 如果想看英国的电视台 它都有齐全BBC、ITV、Channel4、Channel5 看欧洲国家杯就要ITV 用ITV App就可以看到直播 当然还有BBC 用了BBC iPlayer 就可以看到温布顿 又或者足球这些直播节目 你还可以在App Store找到VPN 例如这个鲨鱼VPN 不过因为没有ViuTV的App 所以就没得看 如果你又订到Amazon Prime的话 你就可以看Prime Video 不过我就觉得没什么特别好节目看 FIRE TV用自己的App Store 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其他的App来安装 就是这样 自从买了这只FIRE TV Stick之后 我活救电视就重生 可以在睡房睡觉前 看下YouTube、Netflix 还有如果你的电视在厅 博不到天线收英国电视 或者电视在英国买 但是长生的天线是坏的 又或者要拉好长线 才由长生去到电视机 有了这只手指 就可以用WiFi看到不用烦 不过值不值得买 就好看你的生活习惯 因为知道越来越多人 都用电话或者iPad看视频 不介意画面小 这样的话 你就可能未必会 投资几十磅去买这只手指 另外如果你打算买的话 记住不要正价买 因为我发现Amazon的自家产品 经常都做特价 我这只4K原价 59.99磅 但特价便宜了20磅 只是39.99磅 不急用的话 就记住等多一会儿才好买 不要心急 今次就先说到这么多 如果你们对这只FIRE TV Stick有兴趣 但有些功能想了解多些 欢迎在下面留言聊一下 还有就是记住like 和share这条影片给朋友 下次见 拜拜